嗨,大家好,我是胖達,今天給大家開箱 對,就是它 朋友從臉書上買來的這個商品 對,就是這隻烏龜 但...又不是這隻烏龜 為什麼呢? 其實當下我的朋友收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其實也蠻殺厭的 還以為他下錯了商品 我去翻一下臉書 看一下,確實沒有下錯 而我也去查了一下該文章 放上的圖是這一張 而不是我手中這一隻 也去看了一下這一個作者 確實也有在做這樣的浮標 只是...我朋友下單的文章 確實不是這隻烏龜啊 我朋友他說 他有去翻一下他們的對話紀錄 因為當時他沒有仔細看 對方確實有在最後放上一張照片 說...他們已經在趕工了 而圖片上就是我手中的這一隻鬼鬼 我朋友當時沒有仔細看 所以就... 也只能這樣啦 事後朋友說 就當作去做愛心吧 沒有要再追究了 而我也只是想要做個梗圖 給大家娛樂 結果... 有人覺得我的圖在造假 這時我就... 認真了 所以才有今天的影片 看到這隻烏龜在我手上了嗎? 對...就是他 這是真的 他就長這樣 其實也蠻可愛的 但這隻烏龜跟圖片的 真的... 不一樣啊 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 你們覺得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對了 如果你們手上 有這張圖上 的這一隻比較精緻的烏龜的話 如果願意 可以借我拍一下 兩隻的比較 之後有時間的話 我會帶這隻烏龜去試調看看 到時候再與大家分享 那這是我跟老爸的頻道 生活碰到的趣事 與我們去釣蝦的歡樂 分享給大家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與分享 感謝觀看喔